各位老師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很很幸運 榮幸要請我們 台師大載載輪園學程的同學主任 他擺盟當中 我們來幫大家組織這個活動 因為我們跟他在我們師大 創的這個載載輪園學程 然後訂了很多優秀老師 把這個食物空間 還有這個專業的組織 組織提升上來 他都在載載輪園 但他也是我們多年也請他幫忙 在我們專業製作這個地方擔任評審 他自己也帶領學生 在我們師大學生也參加過很多 大大小小的一些校外的競賽 那他們覺得 比如說他拿起來好像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想說休息一下 不要再帶學生出去 有一次他運動的測量設計比賽 連續上面拿到第一名 然後大家都說不要再來 有萬多被我們師大拿過 所以我想他在這個專業的部分 非常有用心 而且同路很多 所以我請他當任務的PX和判斷 就可以給大家很多專業上面也能接 那這個我們今年是第10年 專程製作比賽第10年 第40年號的盛大的舉辦 但是因為疫情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年就沒有在師大舉行 所以他每一年來 來到師大 來到這邊 跟大家每一個群都互相加入 公共這樣子的活動 還沒有而熟 但是沒辦法 就每個區每個區域都是去辦 那我也去幾個學校去看 就覺得也滿可惜的 因為這麼大的一個活動 結果很多群因為他的老師跟學生少 就很冷靜 來學生去 以後就離開了 所以就沒有像在師大辦的時候 這樣子不同區 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的 技巧學生上面的盛況 不過我想明年 進來的時候 希望你們在師大舉行動 讓大家能夠共同學 能夠互相交流 那我今天也請到兩組的老師 專業專業 我們的創作指導老師 他們來跟大家做分析 我們設計事非常足夠 端級組援 Или老師 雖然都年輕 但是他們其實年輕人 都會繼續相 mig 因為私たちは don't know 學生 他們雖然由目前都還 還是剛在教職這個工作 是他們最近用心 Freeze 在於老師 form 150 14 我們上一組're of fruits iene老師多年 我們多年都知道 Santos 在學生參加 専科制制作 從一競賽中之類 以前他在跨群指導不防群 這次他也在提車的部分 有很多時間他指導這些學生 他們的指導我想給大家很多分享的重點 他們分享完以後 洪教授就會把他多年知道的指導 很重要、很關鍵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今天打一個問題 如果有機會的話都會來請你 然後他也會把評審所看到的一些重要的部分 給大家講出來 但在這個評審、這個人競賽過程中 評審關注的也是那時候的地方 也給大家能夠提升的機會 那今天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參加聯繫的 就比較不妄定 所以我們很愛請跟幾位老師 也請求他們說 能夠把今天的整個簡報的過程當中 錄成一片 讓我們也請說 因為我們叫做後製 不是隨便拍一拍的 也是讓直播跟手機整個部分 所以請求你們拍一看 或許可以放在我們路上 但不同 今天沒辦法來參加這個活動老師 讓我們透過欣賞 來觀望到今天 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政策 那我們也想請跟我們 讓老師跟評審都跟對面來問 為什麼我們拍很多年來 都給我們第一名 就是他們有時候會有疑問說 到底評審 他們看講 我很用心 我知道了 我做得很好 為什麼評審覺得我們沒辦法合獎 這個就是希望老師能夠去瞭解 到底評審 他們看了這麼多作品的時候 他們關注你可以在什麼地方 老師如果有疑問的話 一定會做到這樣的情緒 跟您一起講 接下來的事情 真實的 進行活動 會有多一點 那今天我們要進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先請 這個梁士群老師跟林忠老師兩位 我們先分享他們的精采的事大 過程 那接下來再請 劉沙鴻老師做報告 那最後 我們就請同志園 這五種的事情 好好給我們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那大概就是 今天我們看這個活動的表情 那我們是不是 一開始就先換你們 兩位老師 來做一篇情緒 跟老師來做評審 謝謝教授 各位老師 各位教授 各位主任大家好 我是三團三塊的代理老師 楊世傑老師 然後這位綜藝老師是我的partner 然後很榮幸能夠 受到邀請來這裡跟大家分享我的專題 專題的經驗 然後這是我們 其實我也是第一屆代 109屆 109 第109年第一次代的 也是滿幸運能夠拿到第一名 然後我還是先做介紹一下 這是我 因為我本身其實也是選手 也是103 六年前有參加過這項比賽 所以我對這項比賽滿熟悉的 也知道學生 他什麼時候需要怎樣的環境 他現在的步驟 他最需要什麼樣的資源來給他 他才能做到他想要的東西 然後也用引導的方式 來讓他找到自己的問題 然後讓他學以自用或是用於自學 找到他想要幹嘛 然後 其實我們這一次有帶兩組專題 然後另外一組很可惜的沒有得名 他只有路高復賽的優勝而已 所以我就 讓他 我覺得這一組專題我們的弱點就是 我們沒有利用到我們所學的東西 去投入我們的專題 我們是利用Arduino來寫程式控制我們的節氣門 所以 我覺得我們可能是沒有應用到 搭配到我們的課綱 所以才會落選的 然後 另外一組 這一組第一名的話 我們是完全利用我們的電子磁器裡面 所用到的所有零件 然後以及原理來製作 然後接下來我們請林仲一老師來介紹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 我叫林仲一 好 那我現在是在岡山農工 然後去年的時候是 在那個士忌老師的一個召喚之下 好 因為他是他主導的 主要都是他主導的 反正一半以上都是他 那我 其實我的角色很簡單就是 因為其實士忌老師他很忙 因為那個時候進去三重的時候 他幫忙帶選手啊 然後幫忙帶專題 然後那個時候選手又有得名 所以說他 本來那個時候他是想要 出去玩的嘛對不對 去德國可以參訪這樣 可是他就想說 這個時候找不到人來帶學生去那怎麼辦 所以說他就 看到我坐在那邊 混混的 沒有什麼事 然後就 忠一老師那你就幫忙 也掛個名 所以之後呢就可以 那個 可是好家在啦 我也鬆了一口氣 疫情來了 他也沒有出去 他也是在原地這樣 所以說也是一個 奇幻的旅程啦 所以說我就莫名其妙也 也多了這個 殊榮啦 算是吸到士忌老師的趴這樣 好 那之後 我會請那個士忌老師先 講他們專題組內所有的一些內容 然後之後呢 我再就我 就是我比較像是旁觀者的角色 然後來看說他在帶的過程中 或者是 我也有幫忙的東西 然後再帶給大家一些經驗 或是小小的心得分享 好不好 好 士忌老師請 好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的專題 主要就是利用我們的 紅外線反射器 然後 來達到我們 自動方向燈的系統的效果 然後我們還會搭配一些 額外功能 像是傾倒桿子 去讓我們 車輛傾倒的時候 然後感受到我們車輛回正的時候 把我們的方向燈關掉 那我們的研究動機就是 我當時 讓學生選題目的時候 這是最難的時候 因為他們選了大概三個禮拜 完全沒頭緒 所以我就讓他們 一人拿出一個題目 自己想做什麼題目 然後怎麼做 開始討論 然後 讓他們投票哪個最可行 然後 最 有創意 然後 開始一個一個跟我發表 然後我們再開始投票 哪個比較好 然後最後我們就想到 有一位學生 有一位學生 他就是騎車的時候 他有駕照 他騎車的時候 差點出車後 就是人家不打的方向燈 然後轉過來 像是 大家看一下我第一張圖 有幫他看我這個手斷掉 其實就是因為 人家沒打方向燈 我會撞別人 然後 還好有領到賠償金 拿到了二十多萬 對 因為我整個兩個月的手都斷掉 不能工作 所以如果這個讓你早點出來 可能可以避免這種事情 然後帶來 我們的研究目的 其實我們那時候 時間 蠻不充裕的 然後 給我的資源也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就 一開始想要用眼洞儀 因為眼洞儀比較 可以不會有外界的干擾 然後直接抓眼球 我們看哪邊 然後他又打哪邊 但是我們去查一下引動的一顆 價格非常昂貴 然後 想想辦法之後 抽不到錢 我們就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 開始找紅外線 然後或是 找學校說 學校電子材料有的零件 然後開始慢慢去找找找 然後一達到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以及最低的成本 去製作 然後我們會想到 紅外線的反射器是因為 那時候我們在想 到底要怎麼去 到底要怎麼去偵測 我們的眼睛 要看哪裡 所以我們就有一天說 在鐵卷門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聽到那個 計電器那邊 彈跳的聲音 我們就想到 可以利用這個方法來反射 看我們哪時候 看哪一邊哪一邊 再來 我們的研究架構就是 一開始 讓學生先確認主題 然後 討論分析 再來我們有五組 五個學生 我們一個 開始用文書 我會選電腦能力比較強的 然後 國務人的邏輯比較好的 然後再來兩組去研發電路 去查我們 這個電路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去 收集文學 然後再來是 硬鐵的拆裝 以及電路的配線 我們將我們的電路 整合到我們一台機車上 然後讓它完全 有實用性 再來 這是我們的材料板 基本上大家看到這一些 都是我們的學校電子課 會用到的零件 因為我們那時候 就是一直去撿我們 實驗 教室裡面的零件 然後只有這兩個 黃外線發射器 以及黃外線反射片 是 我們去電子街買的 一個大概九百多塊而已 所以我們這偷偷加起來 花了兩千出頭的錢而已 然後這是我們的電路設計 我們電路設計其實 主要有三個功能 一個是我們的延遲開的功能 是利用我們的電容器 以及機納二極體 來控制我們的電壓放電的速度 然後一達到一定的指數 我們的激電器跳開 它就可以閉合 它就可以先看了幾秒之後 放電燈才會亮 這是為了避免我們 到時候如果我們騎車的時候 頭甩過去 誤看 誤觸攻到它的 紅外線的時候 一亮起來 然後 一亮起來 然後就閃爍 整個就是 方向燈一直閃一直閃 然後又要後方的駕駛誤判 然後接下來我們還有 做一個延遲關的系統 就是如果我們的視線 一離開我們的 那個紅外線收發器的時候 方向燈直接熄掉的話 這樣我們就沒有打方向燈的效果 所以我們要有 延遲開以及延後關的兩個效果 然後這個是我們最初版的 因為大家看一下這張電路圖 其實只是單一邊的 然後就用了幾顆 一 二 三 四 四顆寄電器 所以我們那時候一直想辦法 想要把我們的電路縮減 縮減 之後我們有做出一個新的電路 然後這是我們測試的結果 我們那時候先這樣測試 然後沒有辦法 上面一直測試測試 然後我們失敗了大概 我記得我們光這個電路 我們就花了一個月 一直在研究 然後我們就 欸 那個 要怎麼延遲開延遲關 我們就試了很多電容器 像是這些 我們是利用嘗試的辦法 搭配我們 這些規格的電容器 來看我們延遲開的時間 以及延遲關的時間 然後一個一個紀錄 然後做成我們這個曲線圖 讓我們評審比較好 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東西 然後這是我們實驗的結果 在這些 然後這是 我們新的電路 那時候我在想 如果我一次把那兩個電路 加在左右邊的話 那個面積會非常大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邏輯渣 利用這個邏輯渣 RS正反器來 知道我們的左邊 還是右邊的方向性 然後另外 我也加了一個 我讓學生也加了一個 青刀感知器 他們在想說 如果要做 就要做出一個完整的系統 就是可以自動開 可以自動關 所以我們就想到 機車 我們導車的時候 不是 它的油幫會自動斷掉 我們就利用 我們機車的青刀感知器 放在上面 來偵測我們的 壓車的角度 但是我們車子 摩托車有時候過彎 那個彎沒有那麼大的話 那我們角度不夠的話 我們怎麼辦 那時候學生也跟我講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想到 我們直接用一個 五角的積電器 然後將我們 原本這一顆 這一顆 一千μm的電容 直接經過一顆電阻 直接跑到大鐵 讓它快速放電 等於是我們的 延遲關的效果 完全重置掉 然後我們這個電汙圖2 跟原本的最大的差別就是 我們把八顆 激電器整合成六顆 其實也差不多 就盡量把它縮減而已 其實我們一開始這裡 還可以做成 那個羅基仔的控制 只是 那時候因為我們時間有點緊迫 所以我就沒有去改了 那學生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這邊做了成 這邊應該也做成 只是 我們那時候想要改的時候 已經是 陸決賽了 然後那時候他們要統測 所以 我就說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 我們就會 拍影片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它 整合到機車上面 把我們機車所有 原本的電路 先把它 抽取掉 然後只剩機車的 一個一台外殼 然後把它放到機車裡面 去嘗試 這是我們接的時候 再來 我們的紅外線感知器 發射器長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 一直測試 一直測試 看這樣看起來 這個下面 這個是反射片 我們貼在那個防風鏡下面 所以還蠻 蠻奇怪的 最後我們是 利用一個全罩式的安全帽 其實在這個下巴覆蓋這裡 就比較好一點 比較不會一直跑掉 一直掉 再來 我們最後 因為我們 論文 我們的小論文之後 做的最後的 結果 我們是 其實這些 都真的是還蠻好感測到 因為我們抓台灣人 平均升高180到160之間 然後我們 把我們的發射器 放在 後照鏡的外側 後照鏡的內側 以及 後照鏡的上下兩端 然後來偵測結果 我們 查測出來 就是 最好的感應的地方 就是在 後照鏡的上方 再來 大家 看一下我們的 影片 這是我們學生 他們自己拍自己剪的 高大 都在 好 我 我 為什麼 都在 我 我 都在 別人 都在 算起來 我 沒有 你 我 他在自己超過後的那樣 一打燈 特意就突然打 然後就突然打 路上有一台轎車 臨時停車 沒有打方向 就突然向外接 一旁的騎士 為了閃避 撞不上了另外一輛機車 但是照射的車主 竟然沒有下車 查看就開走了 現在警方的騎士 一旁的白色轎車 沒有把風向燈 卻突然 往外車道騎了過去 一旁的騎士 為了閃避 他一旁看左邊機車 發生縱撞 倒車 機車騎士 手中鼓掙 全身多重挫傷 之後白色轎車 直接離開現場 但這算不算 照射逃逸 電路中的計電器 是利用小電流 控制大電流 而電容則是 控制方向燈 開啟及關閉的時間 因機納二極體 限制電壓 而游入的特性 所以搭配電容 控制方向燈 開關的時間 9013電晶體 用來當作開關 而色瓦電阻 來保護元件 紅外線發射器 用來發射紅外線 當反射鏡接收後 面包板上的電路 將可以驅動 當駕駛看往左邊 後照鏡時 為了避免駕駛 搖到後照鏡 而作動的狀況發生 所以需持續反射 大約兩秒 左邊方向燈 才會開啟 當駕駛 將當事件 離開左邊 後照鏡後 方向燈 將持續作動 大約八秒後 自動關閉 現在駕駛 將看往右邊 後照鏡 相同的 為了避免駕駛 瞄到後照鏡 而作動的狀況發生 所以需持續反射 大約兩秒 右邊方向燈 才會開啟 當駕駛 將四線 離開右邊 後照鏡後 方向燈 將持續作動 大約八秒後 自動關閉 接下來 模擬駕駕駛過彎 手前駕駛 看往右邊 後照鏡 確定後 方向來車 因轉彎時 車身傾斜 輕刀感知器 偵測後 方向燈會自動關閉 現在車身回正 系統會恢復正常 相同的 左邊也是 好 這是我們學生他們自己剪的影片 剛剛我講到那個 紅外線反射片 其實他有點講錯 紅外線反射片 是 它的發射器跟接收器 其實是 射出來之後 射回去的 所以不是以紅外線反射器接收 它是反射回去的 然後 再來我們的 專題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特點就是 我們的專題是 我是覺得還蠻有創意的 然後 利用我們所學的東西 然後把它 完完全全的展現出來 像是我們的9013 搭配我們的 計電器就是 很基本的那個 RS電路 用小電腦 利用控制大電流 然後再去控制我們 計電器的開關 與閉合 讓我們的B級接收到訊號 然後C跟E導通 然後使我們的計電器可以作用 然後再來是 延遲開延遲關的電路 也是利用我們的 基納二級體 來控制電壓 以及電容器 它的放電速度 來延遲 來控制我們延遲時間 之後 其實我們那時候 這個專題 我覺得我們的缺點就是 我們的紅外線感知器 它 偵測的範圍 所以 外界干擾的因素非常多 例如下雨啊 水座的話 把我們折射的角度 把它 把它偏掉 可能就會影響到我們的 感知器 所以 這是 我們那時候有想過這些問題 我們有想過 如果我們才怕不到 問到這些問題 我們要怎麼應對 所以我們就想到 如果我們加上一個 遮雨罩 像小雨傘那樣子 把它遮起來 或是 直接 不要這麼大的距離 去偵測到 包括我們黃外線感知器 用我們的安全帽 拉近一點 只是可能會造成我們 騎車的 行車安全的問題 然後還有我們 傾倒的裝置 我們可能 之後 我們那時候 記得我們有找過文獻 現在好像 其他人也有做過 可是其他人 做過引動儀 好像引動儀 誤差還蠻大的 或是用 GD感知器 來測試我們左的右轉 只是這些誤差都蠻大的 所以我們就隨便利用這一個 再來我們會 請 我們 中英老師來 分享一下我們 帶過來 依他的看法 看到我們 整個過程 他的一些建議 還有他的心得 大家好 就就我的看法 還有一些經驗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東西 其實呢 這個我是 抄那個 依據辦法 只是呢 我覺得專題這種東西 其實真的就是 在高三 或者是高而下的時候 開始做 為什麼 因為就是來檢驗說 我們學生 他在這前面的階段 他到底有沒有去學好 他所要學的東西 那你假如說沒學好 做專題當然是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 老師那個動機怎麼寫 好麻煩喔 其實動機很簡單 就是 平常的實習報告 我們學生都會寫實習報告 實習處也會抽查 就是從實習報告那些 慢慢演練而來的 所以說 我覺得有時候 一開始在練習實習報告的時候 也是提醒各位老師 或是 這我的小小心得 就是 他們 有時候他們都會跟你 argue 老師五十字就好 心得五十字就好 可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你不寫長一點 不把這種東西 慢慢的建立起來 你之後再寫專題 你會很痛苦啊 所以說你 到底要前面辛苦 還是要後面辛苦 所以說 這種東西就是 需要慢慢的建立啦 所以說他 這 其實專題其實也很好啦 就是一直帶領我們 不斷的往前學習 不管是學我們本科的專業 或是往外去學其他的 跨領域的東西 你看我們去 想說怎麼去用眼洞儀嘛 因為 好 其實我自己專 那個論文就是做眼洞儀 可是 可是 眼洞儀的話 其實對高職學生來說 其實真的 難度頗高啦 難度頗高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要去做校正 校正完 你要去找受試者 來做測試 然後你安裝的位置 到底要安裝在哪裡 因為我們一開始是想說 汽車的後視鏡 可是汽車後視鏡有幾個 有三個啊 至少三個吧 對不對 中間 然後左右 各一個 總共三個 那三個的話 其實你要裝的話 光是三個 你全部校正完 我車子其實 早就已經冷車 冷到 已經發燙了 對不對 所以說 幸好其實 在這個框架下面 我們就想說 不要用眼洞儀 那我們其實 東想西想 剛好 自己老師有介紹 就是用紅外線 其實紅外線 我們其實網路上 有去找一些文獻 或是什麼 我們就說 其實紅外線 它也有一些缺點 為什麼 像是你太陽 打很大的時候 其實這也是 我們老師 後來在幫學生 有點 就是建議的時候 說 那你們會不會太陽光 太陽光 也有很多紫外線 紅外線 對不對 那你紅外線紫外線 會不會影響到 你這個反射的東西 譬如說 我今天 太陽從後面 打過來 會不會打到反射期 它會不會跟著閃 可是現在我們這些東西 它都是沒有感應的 都是外在因素排除掉的東西 所以說 其實 專題 其實 這層面很廣 怎麼講都講不完 所以說 提升實作能力 知識整合 人際溝通 這些其實都很好 有的時候 就是 其實我覺得 現在有些專題 或是什麼 有些都是 以老師的觀點 下去去做 其實我覺得 有好處也有壞處 為什麼 因為 由老師的觀點去做 一定很完美 沒有問題啊 其實已經知道這條路 已經怎麼走了 對不對 其實怎麼 我覺得 我們慢慢的 其實要 去 帶入學生的一些新的想法 譬如說 像我們其實在帶專題的時候 我們就用一些不同的方式 譬如說像是 學生你一個人提一個點子 大家來投票 那你提的點子 當然不是天馬行空的 我們要可行性的 所以說他在提點子的時候 有些學生會覺得說 老師不喜歡啊 為什麼 好煩喔 就是 你講難聽點 你可行性不夠 為什麼 我當然可以 我今天要上月球啊 那怎麼辦 那你要 你要想要怎麼上月球 搭火箭啊 還是搭太空電梯 還是什麼的方法 來慢慢的上月球 所以說 有時候可行性的部分 其實要請同學多多著墨 可是有些同學當然會有點懶 還是什麼 所以說不斷的 跟他們告訴他們方向 方向在哪個地方 其實也是激發想像力思考力 其實我覺得老師跟學生都是互相學習的 老師跟學生互相學習的 其實也謝謝那種什麼 譬如說像中央啊 或什麼一直在推這種東西 可以帶領我們 就是台灣整體這種東西 會越來越好 因為這種是點子味的 那其實我們專題製作的過程 就是一開始初步的構想材料 然後也知道人員就是研究人員 知道人員就是我們老師嘛 然後研究人員就是同學 然後儀器設備 器具準備 撰稿 海報製作 跟發表訓練 那其實我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比較後端的地方 我工作就是比較後端的地方這樣 那刺激老師是比較前端的部分 所以他真的蠻辛苦的 尤其光是初步的構想啊 應該有些教師或是主任也都知道嘛 譬如說你在想論文題目的時候 你就可能想一年到兩年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種初步構想的東西 其實真的就是 你這個也想做 那個也想做 這個也想做 那其實就是要立定一個志向 立定一個志向 其實跟你的那種生涯是有點相似的 第二個就是立定志向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要再考慮第二個部分 就是材料的取得 材料的取得 那我們其實有想到嘛 譬如說我們眼洞儀當然取得不方便啊 我們網路上看一個ASUS的那個眼洞儀 哇靠 好幾萬耶 那我們假如說買三台 那你就破十萬 破二十萬了 那我們這個專題也太花錢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台 我們在台灣嘛 我們當然是要用最小的金錢 得到最大的利益啊 最大的利益啊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材料取得我們當然是 就近 然後把金錢壓低壓低壓低 再壓低 好不好 那指導人員跟研究人員 其實指導人員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三重的時候 也受到很多師長的一些照顧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在後端 譬如說他們要發表的時候 我們就請裡面的比較專業的老師 說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論文的 有點像論文的meeting一樣 就三個老師坐在下面 然後請上面的同學 來發表 然後他們就 我覺得這很好玩啊 就是他們本來前幾天的時候都嘻嘻哈 我們要準備來報告囉 好好好 那結果 那個場子擺出來 他們就 老師 現在怎麼辦 好恐怖喔 我說沒關係 你們就照你們的稿子 慢慢去發表就好 那指導人跟研究人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這種東西其實是要 整個學校或是整個科 其實一起來幫忙 這樣子 力道會比較完美啦 好不好 那儀器設備跟器具的準備 其實這種東西 我覺得就像是有一種 有點像是農場的感覺 什麼農場的感覺 你假如說農場越大 你農場越大 你再可以發揮的 不要用農場 用體操好了 譬如說你在一個籠子裡面 你在籠子裡面 你假如說籠子越大 你可以做的範圍就越大 你的創意就會無限 所以說這種東西其實也是要 上衣的義注啊 科上的義注啊 學校的義注 你假如說能夠把我們籠子 越來越大 那學生他在做一些東西 當然他手腳會比較靈活一點 可以做的動作 可以做的創意 當然就會越多了吧 好 撰稿呢 其實剛剛撰稿我也有講過啦 其實就是 它其實是慢慢來的啦 就從那種實習報告啊 或是什麼的 你要不斷的強迫他 你就是要寫 不管你寫什麼 有的沒有的 你就是要寫出來 像是這種撰稿啊 或是什麼 其實 一開始當然會寫的不多 可是 你可以請他再回去想說 可以用什麼方式來讓他爭奪 譬如說 我們做專題的時候 一定是先以自身的精力嘛 方向燈沒有打嘛 讓我們摔車遇到三寶 對不對 那你遇到三寶的時候 別人會不會也遇到三寶 有可能啊 所以說我們剪輯新聞相關的東西 一篇新聞 兩篇新聞 三篇新聞 它就不是一個個案的事情 變成一個是群體的事情 一個必須要關注的議題 所以說 雖然在動機跟我們一開始的部分 我們都是以這種方式去出發的啦 好 那 最後呢就是 因為我們在寫那種撰稿的時候 當然一開始就是先發散東西 動機出去 目標出去 然後之後再慢慢的收斂回來 變到我們的論文 我們的專題的 怎麼製作的 製作完了以後 接下來你要量化的東西要出產 譬如說我們鏡子的角度要怎麼調 或是我們 我們那個閃爍到底要閃幾秒 對不對 譬如說你要感應幾秒 其實我們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老實說啦 就是先抓一個感覺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沒有道路的測試 還沒有道路的測試 可是在高中高職這個階段 其實做到這樣已經算是很了不起 然後之後的話 就有海報的製作跟發表訓練 這兩個呢其實 六期海報的製作其實 各位也知道 這有點像是basin資料一樣 basin資料一樣 你必須有時候要靠一些美邊 美邊的話其實就要請 不同領域的人來幫忙看一下說 這個合不OK啊 或是什麼的 所以說那個時候有請學生 他們去認識 因為是商工嘛 我們在商工 所以說也是這些商科的學生 幫忙看一下說 這個版面你覺得看起來 會不會太氣化 還是有點不太好看這樣 請他們幫忙審美一下 然後發表訓練其實就是 第一個當然就是自己的發表 自己在小房間裡面自己講一講 順不順 講完以後呢 再來去請老師 然後幫忙 幫忙順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其實我們在中間遇到的困難 其實大家困難其實都差不多啦 第一個就學生嘛 學生的意願 因為學生有的時候 這種比賽他是在我們 四五月 將近統測的時候 學生一開始抉擇啦 我到底要考統測還是要比專題 那假如說統測考不好 專題考不好 那怎麼辦 其實我那個時候 慢慢的撫慰他們的心靈 其實有點在話術他們 怎麼說 就是 其實我告訴他們 就是一個核心 就是 即使你今天統測考不好 專題比不好 那又如何 那你今天有沒有把你的事情做好 什麼意思呢 其實 當然成績 成績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成績 我老實說有時候 這有點像人生觀 就是 成績其實有時候 也是要有點機運 有點機運 可是 你假如說 你自己都做得好 假如說機運不夠 還是什麼 那沒關係啊 我們可以下一次再做好 那你在哪個地方 你把某件事做好以後 不是才是最重要的嗎 即使 你有聽過嘛 好學校也有壞學生嘛 對不對 什麼意思 就是搞不好他一開始做的成績很好啊 可是他來學校以後呢 爛掉了嘛 之後什麼事都做不好 所以說這種東西 其實就有點 在告訴他們說 其實 你去慢慢的安排自己的時間 其實 告訴他們以後他們也聽得懂 所以說他們 其實他們會慢慢的行程 譬如說他會自己去自理自己的時間 什麼時間點該去做什麼事 他會有條理的慢慢出來 好 那經費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剛剛講的那種 鐵龍理論啊 差不多齁 就是還是 因為這種是點子類 創意類的東西 你不斷的燒錢燒下去 也不一定會產出一兩個 其實幾年內產出一個兩個 其實就是算蠻厲害的啦 蠻厲害的 那實驗設備呢 跟實驗時間 實驗設備當然就跟經費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講 那實驗時間呢 其實 因為就是專題嘛 專題的話 有一些學校 他搞不好很早就開了 或什麼的 搞不好有些 拿去做複習 都有可能 那實驗時間呢 其實有的時候 其實就要抓 有的時候就真的是 利用我們自己 課後的時間 課後的時間 比如說 像我那個時候 完整在密集做的時候 大概都是在喊假的時候 比如說跟學生約 大概一到五的時候 那你大概 寒假九點來嘛 做到中午下午 然後再結束這樣 所以說 那個時間方面 當然會有些不夠啦 好 那他 這個專題 他主要的就是這幾個啦 也是超上面的東西 應用整合性 主題 課程相關性 那我覺得我們 有贏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 課程的相關性 跟創新性 因為我們其實 接的電路其實就是 跟我們電子電工相關的 其實也不要 也不要 看到外國的月亮 比較遠 一定要做很創新的 什麼什麼東西 其實有時候 究竟的東西 本土的東西做起來 其實就很完美了 是沒有錯的 好 我覺得 就我們裡面那些 這是我們裡面的 報告書的一些內容 報告書的一些內容 其實這 其實都差不多 大家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其實我們做的話 其實就有點像是 論文的縮小版 論文的縮小縮小 精簡 精簡 再精簡版 譬如說像是 一個圖片 作品說明書 然後你的什麼群 然後關鍵字 其實就是有點像 論文的那種 寫的格式 可是沒有到那麼拘謹 沒有到那麼拘謹 那製作一開始也是一樣 前面就是 有點像第一章的部分 製作動機目的是什麼 其實 我現在有時候看這種東西 有時候還覺得說 嗯還有很多東西要改 因為有什麼製作目的 我就想應該要列點的方式 會比較好 那一大段話其實 有的時候 看不到重點在哪裡 那接下來就是文獻探討的部分 因為其實 有一些老師也在教 都是我們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所以說要有一些理論的基礎 比如說文獻探討的部分 我們就會去寫 跟課本相關 因為其實學生 他們 手邊就有的東西就是課本 其實他們還不太會用網路 尤其是網路查資料 有網路查資料 其實 不太會 通常都是找那種 維基百科還是什麼 那種資料其實 滿不太正確的 有時候還會寫錯這樣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以那種學校的那種書 或是你圖書館有的一些東西 來把它納進來 其實就是資料 大家要知道一下 什麼是一手的 什麼是二手的 盡量用一手的會比較好 好不好 好 那製作架構呢 其實就是 其實都差不多啦 那使用材料 我們請他幫忙 把它做個表格 把它列出來 只是把金錢的部分去掉 就不會比較商業 不會那麼商業化啦 所以 對 不要那麼商業化 那就是使用材料的部分 把它寫出來 很完整 然後一張一張圖片 把它拍起來 好 那製作的構成其實 專題製作其實 各位前輩也都知道啦 其實都是比較像是 在邊做的時候 邊做紀錄啦 邊做邊紀錄這樣 所以說 我們就是有點像是 實習步驟一樣 有點像實習步驟一樣 我做到哪了 就說明到哪 拍個照 其實就拍個照 好 那其實在做的過程中 當然像是這種 延遲時間的設定啦 或者是這種 角度啊 角度的設定這一種的 其實 我們其實真的就是 有點就是邊做邊紀錄啦 然後到最後把 看到很多資料 然後慢慢的把它集合起來 慢慢的去分類這樣 好 其實這個是 我覺得 也是算是一個 亮點之一啦 就是我們的亮點之一 就是我們有做三摺頁的部分 其實這個概念 就跟 就跟那種真試一樣 去面試一樣 就是把它做成三摺頁 在 學生在 講評的時候 發個三摺頁 然後請 請 評審你可以快速的了解說 評審也可以知道說 現在等一下要問什麼問題 其實這種三摺頁呢 其實第一個可以導引 我們評審要問什麼問題嘛 第二個也可以讓評審迅速的了解 就是 讓大家的思想慢慢的集合到一個地方 那其實有時候也會做一些像是 笑梗的東西 比如說 加一隻狗啊 或是眼神之類的東西 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就是 就是高直升的東西 不要太嚴肅這樣 那 那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三摺頁的部分 好 然後 接下來就是海報啦 海報的話 海報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從 主要就是我們從說明書 那個 產品的說明書 慢慢的把它擴散出來 然後把一些該重點的地方把它畫起來 把它重點的地方畫起來 所以說各位看到有一些圖片其實都很相似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是從 產品說明書裡面出來的 從產品說明書出來的 比如說像是 摘要在這裡啊 或者是研究動機 中間當然是第一張嘛 中左右這樣去排 好 好 OK 好 這是我覺得就是我們這次比賽 會得名的一些小小的重點 小小的重點 就是 第一個 我們在比的時候 當然格式啊 要正確 要符合他們的格式 第二個就是 不要有錯字 不要有錯字 所以說各位老師 其實你可以在過程中請同學 你多看幾遍喔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有一點在玩把戲 比如說 來你等一下 給我看到一個桌子 你等一下就 比如說請同學喝個飲料啊 還是什麼 他們就會比較認真一點 在查桌子 可是用法上的話 比如說像 魚翼的說明什麼 他們是 是稍微困難的啦 所以說有時候 老師們還是要幫忙調整一下一些 所以說 這個東西怎麼來了 要稍微調整一下 所以說就是 第一個格式啦 他們可以調整的部分 就是格式要完全的正確 第二個就是 不要有錯字 不要有錯字 或是不要多什麼 不要點符號啊 什麼的 好 第二個就是影音 影音 影片的介紹 其實各位也都看得到 其實影片其實都有大概的格式 比如說 一開始我們的東西是怎麼作動的 先把我們作動的東西 拍攝一遍 然後再把一個零件 一個零件 一個零件 去做一個一個的介紹 然後之後再完整的呈現 所以就有點像奇程轉合 這樣全部都有 也不用太長也不用太短 因為太長檔案會很大 太短的話 反而一下子就沒有了 所以說 就大概兩分鐘三分鐘啦 好 然後第三個就是 學生要 當然要自己動手做 為什麼 說難聽點 這就是他們的專題啦 他們的專題 所以說他們一定要自己動手做 雖然我們可以發表我們的看法說 你這個地方會有點不好 或是什麼的 其實我們在 其實 有的時候在 做的時候 有點像是在跟學生吵架 就覺得 你這種東西就是接得歪歪的 我覺得就是看得不順眼這樣 其實我們 有的時候要冷靜下來 因為學生其實有他們更好的想法 我們只是把它引導出來這樣 那第四個呢 就是 在口頭報告上面 其實慢慢的要 讓他們去引導 譬如說我們大概抓了一個月 大概抓了一個月 最後一個月呢 就是做我們的三哲夜 然後 那個 那個 海報 海報 然後還有個口頭的練習 口頭練習 他們其實真的要練很多啦 譬如說 第一個 每個同學 就每個同學分一個部分 你講動機 你講電路圖 你講整個的介紹還是什麼的 所以他們 其實有個完整的分工 第一個學生 不會壓在一個同學身上 他壓力很重 第二個就是 每個人其實都要全身灌注 每個人都有工作做 你知道 那第二個 其實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要能夠回答問題 回答問題 尤其 很多同學他們都會覺得說 啊 好煩喔 為什麼評審要訂我東西 其實不是在訂你東西 我告訴他們一個概念就是 其實 其實 評審有時候是不了解你的東西 在跟你做詢問 去做了解 所以說 你闡述 你把你的產品說得很完整 還是什麼 他們一定會有問題啊 為什麼 就跟你在看書一樣 你怎麼可能看一次就看得懂 那很可憐 對不對 所以說你一定要 評審在問的當中 我告訴他們 他們不是想要訂你 而是他們想要更了解你的產品 你更了解呢 當然他可以把你的分數打比越高 好 其實我的說明就大概這樣 也希望 其實 在做完這次專題以後 其實就是 最開心的就是看到他們的笑容 看到他們的笑容 對 笑得滿燦爛的這樣 其實也 假如說會後有什麼 我們 可以幫助了 我們也可以會後再幫 跟各位做個信義還是什麼的 我們可以再討論一下 那我跟士吉老師的介紹就到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